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书军老师 这期视频呢我将为大家继续来讲小邦的第三叙事曲 这期呢我争取把整个这个曲子讲完 一共用三期的时间 花在这个首曲子上 上一次呢我们是讲到了157小节 就是突然之间从四个降号变成四个升号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的这个出现呢 也是一个比较突兀的这么一种感觉 因为前面 那么小邦是用一种什么办法 他是用一种同音的变调 这种同音的变调 其实在连接这个练习曲的 就是前一首和后一首当中 非常这个经常频繁的出现 那这个地方也是 就是这个地方本来呢 大家以为他是一个降A大调的这个一个数七 但是呢 他突然呢就变成了这个升C小调的 这个降拉就变成了这个升搜 然后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这个左手突然出现这么一种跑动 其实是给人有一种紧迫的感觉 那么这种紧迫的感觉的原因 当然一个是因为左手这种跑动 还有一个是因为左手的这个不停有半音间 就包括都基本上是二度 那还有一个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分组 这个这个地方其实小邦做了很多文章在节奏上面 首先是右手呢都是切分音 所以我在之前的很多视频当中有提过这个切分音给音乐的这个气氛营造的这种紧张度 另外一个呢就是左手的分组呢 因为之前就是都是六八拍 那么六八拍呢 我们数的其实是一二三二二三 把它分成两组的三个隐移组 对吧 那这个地方呢 它变成了三组的四个隐移组 所以其实它是一种右手是我们叫Syncopation 这个切分音 左手我们叫Hemiola 也就是这个三个两个一组还是两个三个一组的这种轮换 右手这个左手这个地方呢 还有另外一个难点呢 就是如何的分组 如果我们从最开始这个十六拍音符开始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在之前讲销链的那一套的时候 不停在讲就一个一个概念 就是说左手啊 往右面弹 是反手 左手往左面弹才舒服 那右手是这样是相反的 因为这两个手是这个 就Mirror Image 是这种 对应的这种 那么右手 那么右手往右舒服 往左弹 那么如果说我们是从这开始 其实是有一点别手 但是如果我们从第三音开始 就会舒服很多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是建议大家呢 这么去练 从第三个音开始来练舒服 先是这么三组的四个音一组 当然下一组也是一样哈 这个第一个 但是呢到了163这个地方 其实是就回到了六个音一组 所以其实我们的手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 什么时候四个音一组 什么时候六个音一组 当然右手这个每一个音小邦都有写一个坚弱哈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是一种非常紧迫的这种感觉 这个音一定要深 对吧 第一个音啊 更多的是一种要语重心长的这种弹的深的感觉 好到了165这个地方 这段终于轮到右手是 是一种效果 是一种伴奏 左手呢 这个呢就是 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主题哈 也是这个开始的主题的一个倒影 所以呢这个地方左手的钟声部啊 这个或者是上面这个 是要把它弄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很像什么哈 很像我们说这个呃 很多东欧的作曲家哈 这个当然波兰也是东欧了呃 包括俄罗斯 他们都是信这个东正教的哈 这个我曾经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过说你去找一个哈马云诺夫的作品 或者普克菲的作品里头经常有这种钟声的片段啊 这个呃 呃 那么这个种很多时候这种钟声的片段都是他们被这个东正教的这个教堂的这个声音所呃 就是所引导的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音域和整个这个处理其实很像钟声的这个也是其中一种哈 比如说这个很像是李斯特的这个呃 很像李斯特的这个钟的这个感觉这个右手哈 那这个地方呢 右手其实是有一些的这个技术上的难点 主要的难点是V型就是怎么样把最上面这个声部突出 那么这个地方呢 其实整个的右手的重量都应该在五指上 那么为了让这个重量能够到达五指上 或者说比别的手指要多呢 这个地方其实手指这个五指要伸直一点点 那么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右手的这个手感的问题哈 基本上我在弹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不描上面的 因为我这个眼睛很难够到很难去转的 因为左手还有左手的事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完全是靠手摸的这个手感 那么摸的这个手感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二指 也就是中间的这个手指来丈量 如果他能够到这个手型是应该已经到肌肉记忆当中的哈 而且这个地方千万不要来回的跳 当然来回的这个手抬起来太多呢 一个是容易浪费时间 第二是容易造成不准确 那有一个179小节 这个地方呢 左手是有很多的跳跃性 这个地方左手分足也是有技巧的 所以我们不能从第一个音开始 它不是一二三 一二三 不能这么去弹 而是这两个音是抬起来走到这 所以第一个音其实是第三个音 当然第一个音是可以多一点 那么因为前两个音是跳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话这个顺序顺的都是往下走 而不是一会儿往上一会儿往下 这类似的这种小邦这个不是 而是这样去分组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它总会给我们创造这种 在正拍上开始别扭的这种感觉 而是其实你只要稍微绕开这个正拍 而去想这个什么是顺畅的顺序 这个是一个小邦的一个翘翘美 接下来这个地方其实很像这种像战争 战马或者是这种战鼓这种感觉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小邦一个是用了 这种和声和音域上面的这种处理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节奏上 第三个音 一定要弹身 这个地方不仅有一个渐弱 还有一个突强 这个地方我是用二三指 三指齐在二指上 这样的一个指法 这样的话会要声音能够 而且手指放平 这样的话声音能够到底很深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说呢 当然它是一模一样的旋律的这个音 但是呢 但是呢它的气氛是不一样的哈 所以我不止一次的有讲过说这个 这个李斯特有一个所谓的他的发明也好 或者他的这个专长也好专利也好 还有我们叫 就是它用一模一样的这个 同样的这一个几个音的一个组合 但是呢放到不同的这个心情情绪和意境当中哈 但其实呢这也不只是说李斯特的一个专长哈 其实小邦在里面 这个我们说 这是很飘逸的对吧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气氛肯定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那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很像是 很像是这个第九首哈 这个联系曲 所以这个地方什么呢 一定不能把这个连的太多 这个弹完之后跳过去 就把后面这当成和弦 顶多是说它前面这个音呢 要断开一点 因为我如果说直接靠弯的硬扭的话 会让这个手有一种疲劳 这个而且我没有踏板 不怕这地方断开 所以这个地方呢 有三次以上的这个同样的内容 只是变了一个调 一点一点往上推 一直推到我们整个这个曲子的高潮 而且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曲子的高潮呢 跟旭一又很像 所以我觉得somehow这个旭三跟旭一 你看中间之前都有一段舞蹈 那么这个地方呢 又到了这个是一模一样的这个高潮 就连左手 就连左手这个 和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要大开大合 终于我们之前有两页 两整页的build up 到这个地方到了 所以我们看这里头很多 肖邦就写的让左手帮着右手往上推 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难点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我的这个版本上是有给一个标注的直法 这个地方呢是一二四 这个地方是一二五啊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这三个音直法不一样 因为我们要走到这个第二个音上 但是第二个音又很难说把它又突出 而且又把它的高声部突出 所以这个地方呢可能要借助一些胳膊的力量 如果这个是小臂 这个一定要大别带动 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会听到大家是这么弹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二五啊 这个音就没了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一定要给一个新的一个推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 这个地方呢 stratto其实是一个有点加速的感觉 所以这地方要从很慢很弱开始 那么最后呢 这个pulmoso当然是小榜想让我们有点加速 但是呢 他的这个完全是之前出现过的内容啊 只是说他这个更疯狂一点啊 之前的这个地方是 是很优雅的 但是呢 到了最后的这地方 还是要注意这个低声部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多用一点胳膊的重量 因为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声部 而且呢整个身体的重量要跟着这个走 不能这样弹 不能这样弹得浅 然后 这个呢也是很好玩啊 这个小榜每个音都写这个渐弱 渐弱 其实是什么意思 是每个音都要开头要伸 这个可能是这个叙事曲第三首我把它叫做小的叙一啊 因为他很多音乐上的内容 包括技术上的内容 包括这个两个手旋律和伴奏的这个处理啊 都跟叙事曲第一首呢要很相像 但是呢他在各个方面呢要稍微容易一点啊 所以我是建议呢很多想谈续一的同学呢 可以先从续三来找手来学 那么学完续三之后再学续一呢 就会在很多方面呢显得更容易一点 好 那么又讲完了一首哈 我们下一次呢再开始 讲的就是续二的这个第一期 感谢这么长时间以来呢 这个同学们和这个网友们的支持 那我们下期再见